不管是哪一个人 哪一种族群 哪一种宗教 他都不管 他想不想发财 都想 想不想聪明智慧 真想 想不想健康长寿 是个个都想 没有一个不想的 那佛书 这三种是果报 果一定有因 修因 你就能得到果报 因是什么呢 布施 是佛教人 修财布施 目的是什么 得财富啊 好事情啊 但是好死会变坏死 霍福相依 这中国古人家的 福里都有霍化 相福如何能避开这个霍呢 那就叫你 你越游越湿 越湿越多 越多越湿 只要啃湿 往外湿 就没有活 就像水一样 从那边进来 这边出去 它是活水 是流动的 不会犯水灾啊 如果都堵住了 只进不出 好了 它就满了 赢了 那就要水灾 就就来了 水灾 我们不是 日湿越多 越多越湿 千万不要留啊 你想得聪明智慧 修法布施 也时越是越多 不要领法 领法 马上就出毛病 领财 领法 古堡三窝道去了 你现在想福 福想完了 到哪里去三窝道去 如果你没有领神 越多越湿 你将来 遇不到尽宗 大概都到天道去了 遇到了尽土宗 你到极乐世界去了 你成佛去了 这是佛 叫我们一般人 我们一般人 只有这么大的个心量 只有这么个愿望 佛满你的愿 无一步失 在健康长寿 健康长寿 也不能领受 领受 这佛 你有一个健康长寿的身体 你要记住 永远为苦难 众生佛 那你就越健康 越长寿 你在这时候有用啊 你能帮助那么多人呢 如果说长寿 老的时候想福了 富想完了 永远就高楼大轮回去了 求生佛 你能帮助那么多人呢 你能帮助那么多人呢 有什么东西